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到说新冠肺炎 这个传染是来自飞沫传染 还是来自气溶胶传染会比较多呢 其实我们讲回来 两者都可以做到这个传染 什么叫做飞沫传染呢 比如说你打个喷嚏 咳嗽 我们的这个口沫 就是那个水沫 喷出来这个叫做飞沫传染 当然这个飞沫传染呢 在我们的这个1米 或者是2米 3尺到6尺之后呢 这个传染力就没有这么厉害 因为呢 口沫我们讲这个水沫呢 通在空气中里面 它有相当一个重量 所以它飞不饮呢 就怎么样 沉下来了 气溶胶又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固体及液体状之间 小分子化的一个液体来的 这一个液体呢 可以说呢 它的小度是在0.01微米 至到10微米 冠状病毒呢 可以说通过了这个气溶胶 做传播来讲 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啦 如果在空气流通里面 稀薄了之后 它的传染力也没有这么强 但是如果一个新冠肺炎的切症者呢 有这个问题而咳嗽 打喷嚏出来 在空气中飘了这么多的新冠肺炎的气溶胶 我们一走过的话 我们就受感染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气溶胶呢 你们知道吗 OK 打个比方说 有些人他经过花园的时候 他一直打喷嚏 他对花粉敏感 没有错 因为这个花呢 在这个空气中里面 他会传播出去 这个花粉的气溶胶在空气中 所以他的小分子 当你一经过 即使你有嗅到那个花味还是没有 但是你都会产生了 刺激到我们的这个笔枪 你就会打问题 犹如有一些人抽烟着 他在这个房间里面抽烟 抽了之后 你看他出去了 过了两三个钟 你进来的时候 怎么会有这个烟味 就是因为那个气溶胶迟迟不散 在这个房间里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的物质呢 使到他能够通风 那个是最安全不过的 这个气溶胶传染呢 相当的谈腐色变 好 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第一 我们出外呢 口罩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不管是对方 还是我们都好 要吸进去 我们有一个阻碍 对方的话 他本身也可以保护到自己 也可以保护到外人 那另外呢 不要随地吐痰 我们一吐了痰在地上 但是呢 每两下子呢 就在空气中蒸发出来 也变成了这个气溶胶 如果有这样的病毒 他也是通过这个痰液来做传染 好 第三呢 保持空气流通 所以我们的空气流通的话 如果有这个病毒 在这个气溶胶散开来的话 因为空气而吸薄了它 当这个病毒 如果那个亮度不够的时候 传染力呢 也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我们本自身 也有这个抵抗力 另外呢 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Cactor Jam 这个产品 它有什么特别呢 这瓶Cactor Jam呢 可以说就是 酵素精华中的精华 因为我们就以这个 酱 胡椒 辣椒 薄荷 这四样东西呢 用三重吃 发酵之下呢 把它发酵出来 然后呢 再以三十天 在Filter它 变成了这个 酵素精华 其实 酵素的分子 原本是很小的 但是呢 通过在Filter了之后 它比原本的酵素分子 还要小上好几倍 所以由于这样的情况呢 你一碰在空气中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一份 它的这个小分子 也变成了这个气溶 或飘浮在空气中里面 所以我敢担保 如果你在房间 石车里边 你在一个角落那边碰 另外在一个角落的人 一定打问题 它的这个气溶胶 可以说长时间 飘浮在空气里面 在空气里边杀菌 那我们是怎么用呢 喷一喷 在我们的这个手 OK 然后 再来 深呼吸 吸又长 再四次 再来喷 再来吸 四次 喷了三次 就吸了十二次 对不对 我们的鼻腔内呢 狂张气管之外 还可以在鼻腔气管内杀菌 所以它非常有效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在外面 如果有动到什么东西 怎么样的 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做到 在手里杀菌 或者呢 我们从外面回来了之后 可以喷一喷浅身 房间啊 我们的床单传物 都可以拿来喷 所以这一支的杀菌 你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强 里面呢 这样的成分的 植物生化素 有姜黄素 姜辣素 酱油醇 胡椒有胡椒菌 辣椒有辣椒素 薄荷有薄荷醇 这一些的 优质的这个植物生化素 变成了 酱油 也变成了 酱油精华之后 它的效果呢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强 尤其喷在身上 它的这一个 辛辣疗法 以及温热疗法的 对于这个菌体方面 有相当大的 一个敏感度的 这个杀菌力 所以在这里呢 向大家推荐的 这一支 Cater Jam